怀孕的小鹅 因为饥饿 直接捡起地上沾满泥土的野菜 往自己嘴里塞 却想不到这竟是自己最后的晚餐 撒了一遍稀饭的孝文 他担心再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 一路上小心翼翼地端着 还在为小鹅能够吃上稀饭而高兴 却没有料到两人从此阴阳相隔 自己也会完全变了模样 田福贤和陆子玲两个人 很同情白家轩 觉得小鹅在用身子报复他 扒下来白孝文的裤子 就打烂了白家轩的尊严 于是当他们两个人 看见孝文端着一碗粥 就要给小鹅送去的时候 陆子玲直接一把打翻了他的碗 孝文看着一地的粥 十分崩溃 陆子玲看着孝文的模样大骂 骂完看着孝文如今的落魂 陆子玲有些愧疚 如果不是自己怂恿小鹅勾搭孝文 以此来败坏白家轩的名声 孝文也不会从受人敬仰的娇叔先生 沦落成一个讨犯的败家子弟 到了六亲不认的地 于是心中有了些许内疚的陆子玲 于是趁机向田福贤建议 让他帮帮忙 给孝文谋条出路 不能看着不挂吗 这好歹也是蒋轩的娃呀 不能看着抢上饭吃 这种样子 我责买个书吗 陆子玲的恳求下 田福贤给孝文写了一封推荐信 让他去县里的保安团当差 孝文被天降馅饼的事情砸晕了头 万分激动 对着陆子玲两人连连磕头感谢 老实的孝文却不知自己的草获 都是陆子玲间接造成的 等他着急想回窑洞告诉小鹅好消息的时候 陆子玲拦了下来 我就给小鹅报我们信 送啥信呢 赶紧往前车跑 一旁的田福贤都称赞陆子玲 这么多年来终于心胸开阔了一回 而只有陆子玲清楚 这里面有多少的心疼与愧疚 孝文在赶往县城的路上 还让人脱信给窑洞里的小鹅 哎神 帮我 帮我给小鹅说一声呢 我去县里保安团争粮食呢 谢谢啊 明天就回来呢 孝文在县里报道完之后 为了长远发展的孝文 只好留了下来 此前白孝文喂了一个碗 别人当儿子的怂样 气得白家轩和陆三不吃不喝 一个净生闷气 仙草赌气让白家轩帮自己也感动 看白家轩油盐不尽 他又转身去找陆三哭诉 恳求陆三替他照顾白孝文 陆三沉思许久 走进屋子里拔下缩标头就开始活 似乎有什么事情马上要发生 怀孕的女人奄奄一息地躺在炕上一屁屋 而他的公公拿着磨好的锋利缩刀 没有一丝迟疑地狠狠刺向了儿媳 儿媳到死都没有想通 为何会被自己敬重的公公毒害 小鹅饿的蜷缩在炕上 恍惚之间仿佛看见白铃一路带着他 族人们敲锣打鼓地祝贺他和孝文澄清 他寻着孝文的朗朗读书声走进祠堂 里面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这时 陆三趁着夜色来到了小鹅的破咬洞 他仓皇的脚步声 把小鹅从美好的梦境中 拉回到了这冰冷的现实中来 他看见公公推门而来 他觉得自己穿的衣服有些不太合适 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夹进衣服 却没有想到陆三 抽出了被磨得锋利无比的缩刀 带着毫不掩饰的杀影 狠狠刺向了小鹅瘦弱的后背 小鹅瞪大了双眼 一脸不可置信地扭过头 最后用尽力气吃力地喊了一声 陆三猙獰着脸朝着小鹅 一刀又一刀 小鹅和他肚子里未出生的娃 就这样被陆三给残汗了 死不瞑目 一脸哀怨地看着陆三 陆三杀完人后 跌跌撞撞地走出窑洞 但小鹅那句霸言 始终在他耳边响起 吓得他环顾四周 急急忙忙逃回了家 回家之后惊魂未定地喘着气 可是小鹅哀怨的声音又回荡在屋子里 吓得魂飞魄散 四处翻找声音的来源 随后小鹅哀怨的模样出现在他眼前 他被吓得连连后退 关上门 冷汗直冒 小鹅被杀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白鹿园 白家轩也从孝武那里听说了这件事 立刻让他去请冷先生来验尸化压 然后再把田小鹅买了 但是一旁的陆三 冷冷地提议把小鹅连同窑洞一起烧了 想要毁尸灭迹 洗刷自己的嫌疑 所以对着白家轩说 死了 死了 踏实了 无数村民聚集在窑洞门口看热门 嘴里还说着小鹅的闲言碎语 验完尸体的冷先生出来后 孝武便遵从父亲的安排 让村民把小鹅的窑洞给砸了 黄沙倾泻而下 悲苦的小鹅和娃娃就这样 仓促草率的永远葬身在了这个 他一直想离开却从未离开的破窑洞 村民捂着嘴嘻笑着离开 而跟小鹅的死脱不了干系的陆子林 心里百感交集 晚上巡夜的伯爷 发现有一个白衣女鬼 在村里来回的飘荡 伯爷慌里慌张地找到白家轩说明此事 虽然白家轩势口否认 但是一旁的杀人凶手陆三却下得不轻 陆子林把伯爷抓来屋里置尾 当他知道女鬼在他屋外转悠 吓得把院子里里外外 贴满了鬼神符众 而且锁上了门让他老婆受在他屋外 你今天晚上就别睡了 搬把椅子你坐到我门口 你这真是疯了 那田小鹅的死跟你有啥关系吗 你胡说啥呢 我是爸儿媳妇找上来 说完还不放心地四处乱聊 立志要出人头地的孝文倪锦桓相令 他第一时间来找到田福贤 感谢他的引荐之恩 随即又找到陆子林 好酒好菜地吃着 陆子林无意之中提起了小鹅的死讯 谁死的 你说谁死的 东摇那祸 你说小鹅 饿死了 这还不好说 弄不清楚吗 说是 说是被人给弄死了 孝文愣住了 一时没有回身 陆子林称现在也没查到是谁下的毒手 心乱如麻的孝文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重重地撂下酒杯就起身离开了 看着倒塌的窑洞 孝文疯了一样冲上去 不停地用双手刨着厚厚的黄土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小鹅 我回来了 我来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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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文趴在土堆上 哭得泣不成声 就在他哭得悲痛欲绝的时候 一只白色的蝴蝶从土堆里飞了出来 这只白蝶或许就是一只哭哭等待是孝文 当他知道孝文回来以后 也就放心地离开了 狠毒的公公 亲手刺死了怀孕的儿媳 一刀不解气还要凶狠毒刀 儿媳化成白衣厉鬼回来寻仇 伤害过他的人 贴满符纸也不敢入睡 发现小鹅去死的孝文 在倒他的肺摇前伤心欲绝 恍惚之间看见白衣女鬼 以为是小鹅的她 一路追赶 却发现竟是装神弄鬼的白杏儿 知道真相后的孝文 随后也就回县里的保安团 当自己的官去了 当初抛下小鹅逃跑的黑娃 发现自己的家成了一片废墟之后 立马去村里寻找真相 抓住伯爷得知媳妇被杀了 立刻偷没来到陆子玲家 坐在陆子玲床前 点着陆子玲的烟袋抽了起来 被枪醒的陆子玲 还以为是她媳妇在抽 黑娃的一句话 吓得陆子玲一下子坐起了身 看清黑娃后 陆子玲也清楚 黑娃来找她是为了给小鹅报仇 叫醒自己的媳妇 让她去给黑娃主杀 随即自己开始为自己开拖起来 告诉黑娃如果是想报被批斗的仇 让去杀了陆赵鹏 而且田小鹅曾经哭着来找她 央求自己替黑娃去向田福贤求情 自己也不止一次去她的窑洞救济她 结果招来很多的闲言碎语 她下不了狠手杀田小鹅 黑娃不相信陆子玲的话 她也实在想不出来 还有谁会有杀小鹅的动机 陆子玲被逼上绝路的一番话 彻底让黑娃放下了怀疑 陆子玲三言两语帮自己逃过了一劫 等黑娃走后 陆子玲才松了一口气 她吓得不停的咳嗽 黑娃又连夜翻墙来找白家萱 仙草听到动静 没想到是黑娃闯进来 她大声招呼白孝武过来 黑娃认定是白家萱 或者是她指派的人杀了田小鹅 是你 还是你派了谁 杀了我女人 我没杀她 我也没指派谁杀她 我白家萱从不做那偷偷摸摸的事 白家萱表示自己行的正 做的直 她之前之所以惩罚田小鹅 是因为她犯了族规 而且是在祠堂 当着全族人的面 她也照样惩罚了白孝文 黑娃对白家萱的话信以为真 谁知白家萱却毫不避讳地说出 当初是黑娃派人打断了她的腰 我从小看你的腰我就难受了 听完白家萱的一番话 这下子让黑娃找到了杀害动机 于是拿枪顶在了她的脑袋上 这时孝武提着刀冲了进来 壮如牛的黑娃 一点不顾小时候的情 一脚将孝武踹出了门外 并且用脚站在孝武背上 拿枪指着孝武的头 这时候路三的呵斥传来 住手 田小鹅是我杀的 从后心捅进去呢 众人心惊不已 全部不可置信地望着路三 电闪雷鸣之间照亮了路三冷漠的脸 他将曾经杀死小鹅的缩刀 用力扔在了黑娃面前